自从12代库瑞问世后 相信大家已经见识到了 牙膏挤爆的英特尔是有多么的强悍 当然现在来看CPU领域并不是英特尔目前唯一的重点 毕竟较早之前就已经宣布 其将重返显卡市场 然而最近GXC HPG架构的高性能独显ARC显卡 其的性能测试便得到了首次曝光 仅需63%的性能就能够打印RTX2060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关于高性能的ARC显卡 英特尔早于今年1月的CES展会上就为大家呈现了 不过当时还处于初步规划阶段 所以仅仅只是简单的架构预告 但在之后所举行的架构日上 ARC显卡的部分规格便得到了英特尔的正式确认 具体来看 ARC显卡将会基于英特尔高性能的XC HPG架构打造 并采用台积电的6nm制程工艺 但共计会拥有三个SKU版本 性能从高至低分别为DG2-512EU DG2-384EU和DG2-128EU 同时每个SKU版本都会有与之对应的移动版 而其中的DG2-512EU将会定位于旗舰 用512走EU执行单元 4096个流处理器 配备位宽为256bit的16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2.2G到2.5GHz TDP功耗在225W左右 而DG2-384EU将会定位于次器件 拥有384组EU执行单元 3072个流处理器 配备位宽为192bit的12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1.8GHz TDP功耗在175W左右 而余下的DG2-128EU则会定位于入门级 拥有128组EU执行单元 1024个流处理器 并配备位宽为96bit的6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2.2G到2.5GHz TDP功耗在75W左右 至于每个型号所对应的移动版本 都会在原始基础上进行阉割 比如缩减执行单元和流处理器等等 那在这里就不够的阐述了 与此同时 据英特尔表示 ARC显卡将会支持DXR和VRT新型光线追踪技术 除此之外 其也有配套的XMX AI加速超取样XESS 所以在光线追踪性能上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但根据Geekbench最新的实测数据来看 在进行的4次基准测试中 旗舰级的DJ2-512EU 获得的OpenCL最终成绩分为 而这样的得分远低于了预估RTX3070的11万分 仅与RTX2060处在同等水平 然而这明显不是这张显卡的全部实力 通过挖掘数据后发现 此时的测试平台搭载的CPU 仅为第九代Core i5-9600K 同时DJ2-512EU 也仅运行在了1329MHz的频率下 占最大频率2.1GHz的63% 而显存也仅为12.7G 换句话来说 DJ2-512EU的63%性能 就能够达到RTX2060的水平 那么未来与RTX3070起屏的话 应该是有希望的 但如果驱动还是像目前这样的话 那对于玩家而言 可能是一种折磨 至于价格方面 根据Intel所预告的信息 我们进行了简单的整理 有需要的玩家可以暂停查看 但仅供参考 最后根据MLID表示 入门级的DJ2-128EU 将会在明年的Q1季度推出 但首先会是移动版 预计华硕和戴尔的笔记本首发 而桌面端则需要等到 明年Q2季度才会推出 至于旗舰级的DJ2-512EU 目前来看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就保持期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的一键三连 将成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 跟我们一键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